BB才近在运通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非常感谢所有朋友 利用礼拜一到礼拜天 每天中午收看我们台股 其实变得很快 这个礼拜又快要结束了 针对接下来 从12月份开始 那今年的最后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里面 你该怎么做 我的看法 第一个 你每天都要经常做交易 怎么做交易 拖动交易 不是趋势操作 你要做趋势操作是 你针对证券市场 勾评 你去挑一档 在未来一到两个月 股价可以涨一倍的 而不是说一年两年 就一到两个月 各位一定问我说 有没有这种标的股 有 我举个例子 至于在指数的部分 你做一个参考 来 各位请看 这是近期 加全指数的走势图 台北股市长期来 都是这个结构 没有改变 几乎都一样 那你针对未来 该怎么做评价 首先它只有三个 很重要的点位 其他的都不是那么关键 为什么 一个叫十一月十五号 一个叫十一月二十二号 一个叫十一月二十八号 这样而已 出的就比较重要了 为什么 因为这叫关键点 十一月十五号 它的重点在于 它当时大盘指数 是不是一路往下跌 跌到多少 这个镇 你不可以跟我说 你不屋 不屋 是怎么做鸡手 一定要会 你背都要背起来 在这里多少 这里10600 对不对 它是不是一直抬 抬到多少 10600 然后又开始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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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到这里多少 这个10882 所以这天是不是最高点 这天是不是近期的最低点 对 然后这天呢 这天加出现反转 所以这天也是一个关键点 所以你就得出三天 三个点 三个交易价位 好 我们再互送一次 这三个点分别是10600 接下来呢 10882点 对不对 好 再来 你就得出一个市场的 平均交易成本 这个交易成本呢叫 10741 好 你一定告诉我 可能他破741呢 不会啊 他一定会回来741 哪有可能不回来 好 各位请看 你现在破是不再挖起来 他又破了没有关系 第一个 他一定会以10741 我举个例子 您今天收看节目 已经是11月30号了 好 我们把过去这几天 来 你看看 28号 市场大谋不是针对台积电 提出中性的一个看法吗 好 所以我们很快速 针对台积电 把所有外资怎么做评价的 在28号当天做了一个说明 我们当天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来 各位请看 来 底下 底下 往下 往下 再下 再下 看二 台股会怎么样 台股它会在10741点上下 做震荡整理 一就是741 叫做平均交易成本 然后往上或往下 它不可能直线啊 那你说它会走趋势多或趋势空吗 这个几率几乎不会发生啊 对 因为台积电看法分歧啦 不太一样啦 跟过去不同啦 过去是所有的外资都看多嘛 然后台北股市只要涨不动 它就敲台积电 加权指数就往上搭 1万1 1万2 1万3 1万4 1万8 10882嘛 是这么来的嘛 好 到了10882 大摩不早上 11点出了报告吗 砰 台积电下来嘛 加权指数不就跟着滑下来嘛 可是它的成本在哪里 它的成本还是在这里啊 还是在1万空741点啊 你说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接下来你就看台积电啊 那你怎么看台积电啊 好 第一个 你要去统计所有投资机构 所有投资机构一直到11月28号当天 对不对 就是最新的嘛 全世界总共32家很重要的 32间 有针对台北股市台积电 出具评价的有32家 加权平均法 台积电2017年预估 每股盈余是在13块1毛7 你说那么跟大摩的评价 很接近 对啊 跟卖隔离的评价也很接近 对啊 都很接近啊 差多少 差2分 不是2个 差2分 13块1毛7跟13块1毛5 跟13块1毛2 不是差2分到5分吗 差不到1毛钱 那代表估的 估的大家估的看法 是不是非常的接近 虽然针对台积电的 获利能力的看法 每股盈余 大家估的很接近 可是有些认为 还是要乐观 有些认为要保守 那请问 你该怎么看嘛 那你就要去观察嘛 观察什么 台积电过去以来 长期 现在是2017年 对 这是2004年 这是2014年 再加2013年 没有错吧 这就是10年 台积电长期来 股价跟本益比的变动嘛 它主要的本益比这几倍 这12倍啊 这条呢 这条是18倍嘛 请问你12倍应该买台积电 还是买台积电 这样就好了 你问我 我要问什么 你说我买5倍 刚才有可能5倍 本益比的台积电 你买 那你是不是买12倍 那12倍这里不买 那你要买几倍 那现在18倍 现在预估本益比 约略依照外资圈的评价 10倍倍 那你认为大摩的看法 有不合理吗 也没有啊 所以我们来看 股价 盈余 不叫本益比吗 那股价不知道 对不对 那每股益余 你该怎么办 你不就参考 所有投资机构的综合评价吗 不就13块1毛7嘛 好 股价不知道 每股益余13块1块钱 本益比呢 18倍 18倍在这里 在这里 同民党这条叫18倍 除非你认为台积电的股价 本益比可以来到38倍嘛 那我没说 那但是你如果依照 我们不讲史为尽之心替吗 这不是18倍 这不是18倍 这是不是18倍 你为什么不在12倍乐观呢 18倍你就看看就好嘛 所以为什么外资针对台积电的看法就分歧了嘛 那请问 面对这种格局 你该怎么办 当你了解台积电之后 好 你说可是我看不到这些外资报告啊 这2车这么多我眼睛有老花眼 我也看不见啊看不清楚啊 对不对 那就不要看 你看它干什么 不是啊 我问你 那些这么多啦 那些什么2车那些小2啦 来放大 再大随便一块 任何一块都可以 我问你 来 什么speed bump bump 对 这就是那些什么外资 speed就是速度啦 就是台积电它的获利 它的营收 它的产业经营 speed 它正常在经营 然后遇到bump b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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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车写个bump 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bump 你车的 这样丢了 丢了 bump 我开始bump 那怎么办 用downgrade 降频 到什么 eco eco就是平的 eco 两边一样重 叫eco 叫eben 叫eco way 就是中立 没有什么看法 eco 也没有说不好 就是eco 那我请教你 然后我们就放弃了吗 不对嘛 你就有个工具 有个系统嘛 告诉你 我该怎么看台积电嘛 你说我怎么看 我问你 上一半 我们没有一个199吃到饱到封关 到什么封关 农历年封关啊 199 然后呢 我是不是第一个我用赖清贷 带你操作 不管是股票 指数 包括选择权 那每个礼拜选择权 还特别在做了一个锁单交易 我在帮你寻求一个零风险的套利 对不对 让你吃到饱 199到封关 然后你现在拜托你 把你的手拿出来 拿你的手机哦 你不要拿你朋友的手机 你又把你自己的手机拿出来 喂 没电 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一载 是不是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 来 台积电 看着它 看这张 是不是台积电 好 你一载 来 一载 台积电你就这么看就好了 记住PSY看指数型商品 一律五分钟 什么台积期 电子期 金融期 通通15分 但是你要看股票 你就要用日线 OK吗 我不管你要看什么股票 你就吃下去 股票就一定要日线 就这样而已 股票一定要看日线 然后照着文字简讯通知做 举例 这家公司的股价 这里是不是-50 然后-50就是买进 你知道没有 代表它要涨了 正午时你就要保守 你就要小心 离开 台积电可不可以看 可以 但是主要 因为台积电它会影响到 大盘指数的行径 它会影响到 所以要怎么办 你有吃到饱的 你现在把你的手拿出来 你把你的手 现在你把你的手拿出来 对照你的简讯 来 一载 是不是对对冲 有没有 把它摸下去 摸过来之后 这是不是台积电 只在台积电器呢 放到会记得 对对冲是做短线交易 一到三天 观察该公司未来一到三天的走势 所以点三十分 对对冲一律三十分 对对冲一律三十分 还可以吗 一律看三十分 就没有了 好 那怎么看 这里是不是叫零 我不要动 我手放在手上 来 帮我一个人把这里放大 好 来 注意看 这里是不是一个零 对对冲跟比较出来不同 这里叫五十 这里叫一百 好 这里叫零 这里是不是一百 这里是不是一百 是不是一个一百 两个一百 一个零 往左边走 这里是不是又一个零 是不是两个一百 两个零 对不对 好 来 看图比较简单 是不是两个一百 两个零 有嘛 好 来 这里是一百 这里是一百 这里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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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三 二三三 要去的 这里不是二三三 报价不是二三三 二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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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零 零就是看起 一百呢 一百就是看漏 这一百呢 这一百就是看漏 你知道吗 这零呢 零就是会起 OK吗 这里呢 零呢 零就是会涨 一百呢 会跌 一百呢 会跌 好 为什么要看台积电 你说我又不买卖台积电 可是台积电的涨跌 会影响到什么 加权指数啊 所以你有在关心加权指数的 你应该要能够判定 那怎么过来 台北国是要怎么看 然后看台积电怎么又落 台积电如果又落 台北国是就会又落 台积电如果没落 台北国是就没落 那台积电不涨不跌呢 台股就形成 10741上下来回 做震荡整理 好 一样 到农历年封关 到农历年封关 199让你吃到饱 包括我们手机行动撇摔 两分钟后 要向你简报一档 如何让自己很快的 一块钱赚一块 两分钟后回现场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无法左右大盘涨叠 可以改变绩效高低 行动APP 自己看手机 高频率先补空 低档提前单多 PSY心理线 标普自动搜寻 准时当中 拖转一纸完成 为了投赴 心动行动 PSY心理线 资金推线 零八零零 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 五五八零八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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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肯定会成功 棒 棒 棒 一棒 再一棒 三棒 接强棒 强棒 限制成股 自动优化 必开风险 掌握盘中拖动 让您今天的股票 变更棒 零二 二 五 七 八 三 零零零 二 五 七 八 三 零零零 无法左右大盘涨叠 可以改变绩效高低 行动APP 自己看手机 高频率先不空 低档提前单多 PSY心理线 标普自动搜寻 准时当中 拖转一纸完成 为了投赴 心动行动 PSY心理线 支撑车线 请上www.pra.com.tw 了解他们如何为您代劳 数位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XED 生活更HAPPY 各位朋友们大家 那我们大家好 你做一个参考 我没有什么看法 来 这是十四嘛 对不对 就四五六叫大嘛 这个大呢 跟你讲了十六个交易日 十六天 都十一月 从十一月九号到今天 这天十一月到 我不跟你说四五六就是大 对不对 不会是小 你就不用担心啦 第一个 你针对台北股市 只要形成总喷出的标记股 你就会买你知道吗 你不管它什么股票 大型股小型股上市上柜 什么传统产业电子 不管 你要发现有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价 它刚刚形成总喷出哦 你就买 你就会买 我不管你买一张两张三张十张 你别怕 你就买了 买了之后 你就设停利跟停损 你用就这么简单 对 那你要准备 一百万变两百万 就是这样子 你用这样就可以一百万变两百万 对啊 但是你要设停利停损啊 你说万一错呢 你的成功率三档只要对一档啊 你就准备啊 未来三个月啊 你一百万变两百万 我跟你说是这样啊 你不能设停利停损你就不要错 你可以设停利停损了 你不可能挑三档三档够错吧 你总会对一档吧 可是你要挑总喷出的啊 什么叫总喷出 来举例啊 来 这种就叫总喷出 这里叫1990年 哇 你有说得到吗 1990年 这是2017 这几年 这是27年了 这些小朋友未满27岁 都到这里还没生出来你知道吗 他还没生出来 从1990年到现在2017年 几年27年 一档公司的股价 可以突破27年来的一个集结点 那代表怎么样 这个叫喷出啦 喷出的股票从喷出点起算 都是起一倍啦 一定都是一倍啦 那既然都会涨一倍 那就买啦 你万一刚好错怎么办 错你也找个元素好的跟着他做 对不对 好 好 什么加买 就要买 加买呢是设停利 这才几天 这15天交易日而已 你就是设停利 他只要没有来停利 你就不要理他嘛 假设他这一天有来停利点 那你就卖出 你知道吗 没有来停利点你就虚报 反正他总喷出的股票就会一直涨 就一直涨 一直起 一直起 不知道要起到什么时候 就起一倍什么起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啊 就是要涨一倍啦 股票这么好做 你就来 从9块9 你停地要往上 当股价在上扬 你的停地点 是不是要跟着往上做递增 是不是高口高 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对照你的 你每天收到的简讯 是不是9块9就10块1 然后接下来叫你10块5 这天再加码 继续买进 全对了 是不是拉到10块5了 然后11块1了 然后11块8了 然后13块涨停了 然后14块涨停了 你就摸到1块就对了 你有什么烦恼 这种叫喷出 我再举一个例子 各位请看 你稍待就打电话就对了 来 你都那种讲涨的 还讲一档叠的 这比较美琪 我没有买卖美琪 可是我请问你 可不可以买美琪 可以啊 什么时候买 2003年吗 05吗 2009吗 2015吗 2016吗 2017年要买 为什么2017年要买 因为2017年47块 这个叫总喷出 从2003一直到2017 这样几年 14年 这14年以来 在这个点 这里是不是一个大集结 它股价可以占上 这个主要的集结 这14年的集结点 代表它最少涨一倍 哪有可能不涨一倍的 好 它涨一倍 是不是去那1504 那你就要设停利就好了 要往上设 你会在这里吗 91块给你有什么管理 你再怎么样也在这里吧 你停利也设在大概140吧 你买在47 没到1504 买在140块 这样会贪心 你有什么买100市 因为你停利也设在100市 你怎么有共同说 停利也设在90 怎么有人这么傻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买集结喷出的股票 你说那什么是集结喷出的股票 这种就叫集结喷出 你说这样已经五级藏钱了 这样11月初九到11月二十五 15的交易日 这样丈夫已经超过五级藏钱了 这样投资报酬率还不错 不会嘛 所以呢 来 稍待你就打个电话 不是没心 这支叫赞 怎么赞 该公司在2015年挂牌交易 我记得很清楚 挂牌交易之前 在新贵 我通知 那时候你是我的成员的 我有通知你进场做买进 新贵 在新贵的时候 我就带你做进场 对不对 后来挂牌上市了 上市交易了 我们就出场了 就没有操作了 一直等到现在 这个礼拜 等到今天 等到昨天 我说一遍 你就进场买进 我不管你买一张 买两张 买三张 买五张 你就感觉 不 你怕什么 最多就赔一块 对呢 对就赚一倍 输输一块 赢一倍 这样你不敢做 我问你 输输 从他挂牌交易以来 一直到现在 中赢 代表什么 代表这叫总喷出 你要挑这种 刚刚形成总喷出的标的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 可以再去一尾 你又买这张钩票就对了嘛 你又看研究报告 就照着做嘛 做这张钩票 指数的部分 怎么做 照着PSY操作 公辽共啊 指数的部分就照着PSY 我们的操作很单纯 包括新朋友都一样 我们操作不就 每天 我们每天都做教育 你在上个礼拜 你是我们吃到饱的朋友 你一定有我们的PSY 行动即时PSY 什么叫行动即时PSY 你手不手 你是不是一载 你把它刺 这个是加权指数 这个是台子期 我现在点加权指数 盘中节目不能点台子期 来 五分钟 不是对对冲 其实我要点离开 PSY点一下 指数型商品 起来五分的 好 点了之后 它就会告诉你 目前 来 请你告诉我 现在PSY多少 就看 就照PSY 来 这里 这里是不是负50 这是负50 这个没够 这个没有到 这个有到 这个呢 这不是正50 这是不是负50 这是不是正50 来 你跟我说 这 这负50做多的牙齿 一定会贏 为什么他们一定会去 好 来 这 这是不是正50 正50在这里 不是在这里 这个最高点是这样 放大好了 这些正50不就带在这里吗 这一根吗 这一根吗 这一根 好 来 这一根 107 六二这 你把他推下去 是不是正50 正50呢 来 看整个手 他会去 正50就一定弄 你是不是需要有一个系统工具 可以辅助你 怎么辅助你 吃到饱辅助你 辅助你到什么时候 到农历年封关 你就拿出来 即使的 你不需要个电脑 那现在还有人报个电脑吗 你要出门怎么办 你要出门 你要上洗手间怎么办 报一台笔电到洗手间吗 不用了 你要把你的手机拿来看就好 你不用拿出来 就点它 点离开 指数型一律参考5分钟的PSY 你要看个股短线交易 就30分对对冲 个股的短线交易 点下去 台积电市里 有什么台积电怎么没有继续大路 对 它就跳出来了 好来 30分对对中是0到100 0到100 PSY是正50-50 那么还是一样 欢迎各位 稍待 可以跟我们服务人做连续跟着操作 那么把我们的行动手机PSY 安装到您个人的手机上面 那也祝福你 这里一路到农历年峰关 每一位朋友都有非常好的投资收益 感谢你 谢谢 拜拜 拜拜 本投公司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周要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无法左右大盘涨叠 可以改变技巧高低 行动APP自己看手机 高天域先补空 低档提前单多 PCI新领线标普自动搜寻 指数当中拖段一直完成 为了投资心动行动 PSI新领线 支援转线080055808 080055808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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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肯定会成功 棒 棒 棒 一棒赛上 接强棒 强棒限制股 自动优化 第一台风险 掌握盘中拖动 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 02 2578 3000 2578 3000 无法左右大盘涨叠 可以改变技巧高低 行动APP自己看手机 高天域先补空 低档提前单多 PCI新领线标普自动搜寻 指数当中拖段一直完成 为了投资心动行动 PSI新领线 支援转线080055808 080055808 他们不靠老师 他们不靠团队研究 他们是横吻团队 请上www.pra.com.tw 了解他们如何为您代劳 他们依照法人模式 却只为散户服务 他们是横吻团队 请上www.pra.com.tw 了解他们如何为您代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